前UFC世界冠军被俄罗斯狠人盯上了 拳打脚踢打傻人 蓝方选手是蒂莫菲 纳斯图西 但是他穿着红色的裤子 红方选手是前世界冠军 艾迪·阿尔瓦雷兹 穿着黑色的裤子 在比赛开始之前的对视 现场早已充满了火药味 第一回合的比赛开始了 开场两个人打得比较谨慎 红方选手地下之王的艾迪·阿尔瓦瑞兹 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拳手 先后拿到过Reality Fighting次中量级世界冠军 Baldog Fight次中量级金腰带 Balator清量级金腰带 和UFC清量级金腰带 他签约O1E冠军赛的重要原因 就是想要一条新世界冠军腰带 35岁的艾迪·阿尔瓦瑞兹 向来是一位敢打硬仗 善打硬仗的人 职业战绩29胜6负 其中16次KO 7场降服 终结率达到了79% 是UFC清量级金腰带得主 虽然最后被嘴炮康纳收了去 大家可能对D莫菲比较陌生 其实他在OE的名气着实不小 他获胜的14场比赛中 有11场终结 而且全部都是在第一回合完成的 他是该赛事最快KO进度的保持者 只用6秒就KO了对手的猛人 蒂莫菲也曾飞西KO过弗拉扬 击败安童·荒斯 是一位战力打击高手 而最最最最重要的是 他是一位俄罗斯人 在格斗界的俄罗斯人 最不缺的就是创造格斗奇迹 他会自然地想到这个 洛奇巴尔伯雅 史泰普扮演的这个经典角色 今天我们看到的阿瓦 其实他在战力方面 也计算很强的对手 也计算很强的 加拿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两位球手都很清楚对方的实力 所以从一开始没有做出一个竞争 漂亮 对呀 达斯图基金 今天达斯图基金剩的在拳法上的 对 他的准确性打得非常 对呀 达斯图基金 对呀 达斯图基金 对呀 达斯图基金 你做什么 你会 达斯图基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